欢迎来关心今天中国时报头版头条 财政部长刘亦如昨天表示 将权力推动证锁税的通过 证锁税的法案在立法院出审 没有过关之前 不会推动其他的税改议题 也包括不动产资本利得税等等 刘亦如强调为了避免对民众冲击太大 所以在同一阶段 不要谈两个税改的方案 财政政权小组下个阶段将展开 裁改议题 如果是管理国家债务讨论 希望能够对国债揭露 如何节省利息 而且加速偿债的问题提出方案